我是若泉来跟心灵角落的悠悠老师聊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叫做人是可以改变的吗 我们先来欢迎悠悠老师 大家好若泉大哥我是悠悠 其实很多人都想要改变别人 但因为明智已开 就是你现在说要改变别人 不论那个人是你的丈夫小孩男朋友女朋友或你的爸爸妈妈 你都会觉得好像是干涉了别人的人生 所以都会转一个说法说 我是为他好 或我觉得其实他可以怎样再怎样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问 人到底是不是可以改变 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或学员 都会给我们感叹的发问说 我已经忍对方很久了 我看到对方的缺点 我到底该不该告诉他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们一定要记得 想改变自己是神 想改变他人是神经病 你觉得这不可能能够改变任何人 我觉得改变自己都超级难的 你还想改变别人 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已经忍耐很久了 那你要去想你为什么忍耐 我觉得现实一点去思考这个问题会是比较好的 可是因为如果共同生活在一起 或有时候就必须要工作 就真的没办法 可是你心中一定是对你现实遇到的状况 跟你的期待有落差 你才会有这个念头 你看那句话很好 能够改变自己是神 真的表示你有提升自己灵性到某个地步 想要改变别人是神 那我们要听音量 想要改变别人是神经病 就不要有这个妄想的意思 我觉得完全不行 而且你有些时候就觉得说 你是为了别人好 其实这个我跟你讲 这真的很难说 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是希望自己能过得更舒服 我觉得人的痛苦 多半都在你的执念当中 你觉得我希望他照我的顺序 比如说我希望 我觉得很多夫妻 因为挤牙膏或上厕所马桶盖 有没有放下来 这个事情吵到要离婚 我常常处理这种很芝麻蒜皮的 饼干穴的小事情 我后来了解了 他们真的算是这一些习惯 其实我告诉你 都是因为他们内心 有不被对方尊重的感觉 他只是在这个地方 小题大做而已 你看现在不是很多明星 偶像明星离婚 或什么之类的吗 就是你可以你仔细想一想 他争执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小的 他说我希望你改变 你因为爱我 所以你要改变 但我必须说 你当初喜欢他的时候 他不是也都有这些毛病吗 主要就是生活日积月累的摩擦 让两个同住或一起生活 或彼此支持的朋友或伴侣 慢慢有一种 你不支持我 你不尊重我的这种怨念 好那我们已经得到一个结论 就不要妄想要去改变别人 绝对不要 那我们退而求其次好了 我不要改变对方 但我知道他有这个缺点 不论这个缺点是 放之四海 大家都认为的缺点 或只有我看到的缺点 就我们到底就是该跟大家讲吗 我觉得你要你可以提 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 人的改变只会在爱里面改变 不会在恨里面改变 当你越觉得 譬如我自己都有这个经验 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一样 譬如说你总是觉得我会迟到 好那你说下次千万不要迟到 我跟你讲 我就有个逆反的心理 我就有一种 你知道吗 青少年想要反抗的心理 就觉得说 我不能被你拿捏 也许我自己原本要求 我不要迟到 可是因为你要求我 我反而觉得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这是一个权力的问题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就是当对方有这个缺点 你不要去压他 你不要说你这样很糟 你这样很烂 我是为了你好 你如果这个没有事情 没有做好 你就一事无成 因为这样子 我基本上都不会 你只会多一个吵架 多一个争执 而不会说真的有那个成长 会改变 就是说你发现对方有一些缺点 我觉得缺点分两种 一种就是反正就是爱跳毛病 心里面就过不去那一关 另外一种缺点就是说 是真的 就是放之四海 大家都觉得是缺点的缺点 不爱干净 不刷牙 然后满口蛀牙 类似像这种东西 那到底该不该说 那么刚才佑老师的意见就是说 其实人都有一些内在本能的反抗 尤其你刚才那句话讲得很好 就人之所以真正会改变 是因为他觉得被爱被支持 如果他觉得他是在被挑剔 他被羞辱 他被看不起 他就有一种反抗性 就是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对啊 尤其现在很多小朋友 我觉得我有些家长 他们会问我说 小孩子不愿意念某一科 我说你先帮我搞清楚一件事 他跟这个老师的关系怎么样 你会发现很多小孩 只要他喜欢那一科老师 他那一科都会考的好一些 我不敢说他一定考满分 但他一定会努力 因为他在乎这个人感受 如果一个老师就觉得 你很蠢 你很笨 你不要浪费时间了 你老师已经放弃我 我更放弃我自己 所以而且尤其是 大家可能忘记 我们身为另外一半 或我们身为父母 或者是我们也许在对方的心目中 是一个重要的角色的时候 你说的话 其实很容易会有反作用 如果你觉得他不够好 他只会记得你觉得我不够好 那他很快就放弃 因为你总是都在挑剔我的问题 今天你说我垃圾没丢 明天说我身上有味道 后天说我什么 我跟你讲 我没有办法这样满足你 你干脆离我远一点吧 所以他们就不会改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与人相处的时候 同事之间也是这样子 你总是觉得我文字写错 你总是觉得我怎么样 反正你那么爱改 反正我就写给你 我们就来玩这个游戏 我们在耗 你要改几次让你改几次 我都不会想一次搞定 所以他的前提就是 不要让对方有这样 必须要改变的压力 人真的要在爱里面才会成长 才会改变的 那到底怎么去营造一个 对方他愿意接受 你这样的不同的观点 或让他觉得被爱被支持 你可以说出 你对他的一些建议 或者是建言呢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就是 他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而且他有欲望解决 我觉得如果他没有欲望解决 你真的都不用讲了 没有用 可是问题是怎么样 让他有这个欲望 这就是我们有时候 说话的技巧 就是我怎么让他觉得说 他因为这个问题 他会失去很多的机会 人永远 我觉得人永远最关心的 一定是自己的得失 所以你不要跟他讲 我希望我这样 你这样做 你会更多人喜欢你 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用 他喜欢我能怎么样 你这样做 比如说有些人 他总是迟到 好了 那你就说 你不要老是迟到 因为呢 你是一个专业的人 你每次这样连滚带爬 到某个地方 人家看不出来你的专业 他只会觉得 你好像不能自律 所以呢 为了某些部分 你应该要 为了保持你自己的专业 你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去做 但他知道 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是讲得很清楚的逻辑 会是比较好的 他自己本身会意识到 对 他有这个问题 甚至这个问题 可能也困扰他一段时间了 经过你的提出之后 他发现说 他不止自己身受其苦 原来他的这一个痛苦的部分 某种层面上面 其实也可能影响到你 或因为你足够的爱他 他会舍不得你 为他这样的担心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要帮助 某一个朋友 或者你身边的人 你要接受一件事情 就是他可能现在改了 之后又会再犯 这是一直一直会来 你不要想到一次就搞定 没有一次就搞定的事情 所以也要有足够的耐心 也不要因为他 某段时间又雇态附蒙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失望 而且千万不要跟他讲 你看你又犯了 你又这样子了 那他就觉得 好那反正我一直会犯 那我就不用改了 好那这样有了 对方他可能有意识要改变 但是他又可能会再犯一次的心理准备之后 我们有了这样的前提 就可以开始进行沟通 那在讲话的时候 应该要把握哪一些技巧 才能够让对方接受说 你对他是一个好的建言 在说话的态度跟技巧上面 要留于什么 基本上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你要跟他聊 要先讨论 你就说OK 我先讲你这个问题 比如说牙膏好了 我们讲个很无聊的事情 挤牙膏好了 你就说其实你明明知道 从这个前面及后面都很乱 然后或者是这个事情真的很bother我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东西 有没有可能能够解决 或者你坚持的是什么 为什么你要从中间及 那他觉得方便 我跟你讲 很多人的理由就是方便 那他其实内心真的理由叫做 我不想改 更重要理由是 我不想为你改 我觉得真的是很多 这个有时候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就算你没讲 我也感觉到你不想为我改 所以那有时候 就是一个自尊心的问题 那我都会跟大家讲说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器具来解决 我们就解决问题 不要解决那个人 比如说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机器 小小的什么工具 日本人最喜欢发明一些很无用 但是好像又有点小作用的工具 就是他可以往前弄一点 你就没有办法从后面挤了 这样子的状态 对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方法 那他如果说OK 那这样方不方便 你愿不愿意做一些改变 你把能够解决的方式给他 基本上他只要做配合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然后他也会看到他有一些改变 然后更重要的是 当他有改变 你要大力的赞美 其实人跟动物都是一样的 当他有改变的时候 你马上立即的赞美是有效的 他可能觉得干嘛这样子 有必要吗 对有必要 因为我觉得你做这个事情 让我方便很多 这个例子 其实就是讲到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原则跟精神 就是我们希望对方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我们不要去否定他这个人 我们要处理的是问题 刚才用一个器具来解决这个挤牙膏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那我这边有一对情侣 就是我是在运动的场合认识的 就是这个男朋友就是很容易流汗 对那这个女生就是一直觉得男生身上很臭 可是两个又关系又很好 又不知道怎么去讲 那有时候这个女生就跟我说 吴大哥你可以提醒我一下我男友吗 这样打完球 然后出去又跟人家拜访客户啊 吃饭 客户应该没有办法忍受他身上的气味等等的 可是这有时候他也觉得尴尬不好说 可能以前也说过也没有很大的帮助 可是后来这个女生他就是改变做法 他就是每次跟这个男友出去打球的时候 他就会提醒他多带两件稀释排汗的T恤 对 就至少你打完球你可以换一套衣服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见证很重要 就是以解决问题为最重要的优先 而不是在否定这个人 我基本上觉得就很多事情发生 就是我们忘记要解决事情 我们总是想要解决情绪 但情绪是解决不了的 你还是专注在那个重点 事情是什么 它的味道很臭或者它的怎么样 然后放下你的控制欲 我觉得控制欲之后 他为什么不会自己改变 他要是会自己改变 今天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 不要去想为什么了 也许他从小就已经习惯 或别人觉得他这个很男人味也不一定 今天受困扰的是你自己 你要先知道 那也许别人都没有受困扰 那你自己要不要去思考一下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改变 像我可能还帮他准备好沐浴 像我们小朋友或我家什么 我都会准备好 比如我觉得我小孩子牙齿比较黄 那么我就会帮他买亮白的牙膏 或者他刷牙比较没有手 比较没有力 我就买电动牙刷 然后一样我老公的花胡刀 什么都是我会去帮他选好 因为我知道大概的问题是什么 而且是照着疤了我了 那我就想办法来解决它 所以我们要来表达这些 你想要善意的关心跟提醒 有一些策略要把握 有分为向下跟向上的两个策略 对 好那向下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说你忍耐一些对方的缺点 你已经看到了 而且呢你要去说他的时候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表达你的关心 如果说你想改变一个人 你必须让他知道你是关心的 你要提醒对方 你怎么提醒他呢 就是我们必须提醒他 这个事情的改变 是对他自己本身有利的 我觉得各位你一定要记得 对本身有利是最重要的 对他本身 你不要说什么 大家会更喜欢你 这都很虚 我觉得很多人会说 你这样做 你不这样做 他大概看不起你 我觉得根本没有用 你要告诉他说 这样子做 可以帮助你在什么事情上 给别人什么样的印象 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这个逻辑一定要有 而不是不然他觉得我为什么要大家喜欢 你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嗯 好然后呢 如果是他是你部署 你要好好的协助他 你要表达是我想关心你 我想帮助你 我想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 我跟你讲这样这样这样 那你需要我帮你什么事情 哦就看你们的关系 对 如果是直属的 上下部署的关系 那你对你的部署就这个向下表达关心 对不对 对包括我对我的孩子也是啊 如果他是我比较 你知道晚辈或者是什么 那我可能会跟他讲 嗯 因为其实 呃 就讲你们想想看嘛 如果有个长辈或有一个 呃主管 他来跟你说话 你一开始都会很紧绷的 嗯 你已经准备好抵抗 他说什么 我怎么样反嘴 他说我怎么样 我说没有 我并没有这样想 可是呢 如果他表达的是一种关心 嗯 然后他也把问题指出来了 嗯 然后跟你讲会有什么影响 最重要还告诉你说 有什么我能协助你的 嗯 嗯 这个很重要 这个我觉得你就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哎对我真的有这个问题 嗯 也许我现在一时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协助我 但是我很感谢你 是 那个敌意就会出掉 对 就表达一种善意 这个善意是透过关心 对不对 是啊 那如果是 对上位者或长辈呢 那基本上呢 我觉得上位者 因为他们可能习惯就是 发号施令 嗯 所以那个时候跟他讲 你就跟他说什么 哦我就不喜欢 我不想要 他比如他跟你讲说 呃他就是 我觉得有些时候就这样了 那个过年的时候 有些 我现在很多媳妇都跟我讲 哎呦拜拜啊 煮几十人口的菜啊 嗯 很累很烦 嗯 那你怎么可能跟大家讲 别迷信 跟你的公公婆婆讲这个 没必要 嗯 根本不可能这么说 所以你要讲的是需求 嗯 你要告诉他说 呃我觉得 你看啊 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那个好像这个新冠又有点起来了 这么多人要在一个地方吃饭 嗯 会不会是非常麻烦 还要洗碗 还要准备这些东西 嗯 还是我们在外面去吃呢 嗯 你知道就指出我们的需求 嗯 然后呢 呃 我们分析这个原因 像我就常常叫 如果你要什么原因 现在COVID-19这种东西 最好讲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呢 你要告诉大家说 哎 我希望 嗯 嗯 我们比如说 我希望我们在外面吃 嗯 好我或者我们 我希望我们分几天 大家分几批次来 不要一次来 嗯 但你自己大概也要分析清楚 什么东西是真正困扰 你不要说 我就讨厌 我就不想做那么多事 那这个我觉得没有办法 是透过这两种不同的策略来跟对方沟通 好 那人与人的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了 嗯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磨合是什么概念 就是改变可以改变的 嗯 那改变不了的呢 那我们就改善 嗯 不能改善的 那就只能承担了 不能承担的 那就最终我们就是接纳 好的 谢谢悠老师给大家这样的建议 就不用再忍对方 就透过这样的相处跟沟通 让你想要表达的意见 可以表达出来 也可以帮助对方 很自动自愿的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是吴若泉和心灵角落的悠悠老师 来跟你聊一聊人际之间相处的问题之后 也要让大家跟自己好好的相处 我们之前有提到 其实人有说要改变别人是很困难的 那改变自己又谈何容易呢 悠老师的那句名言就是 想要改变自己是神 要改变别人是神经病 那不要当神经病 要透过沟通 那想要改变自己 那又该怎么做 要注意哪一些重点 因为一旦我们不喜欢自己 觉得自己要改变的时候 往往伴随一个很内心的问题 就是自尊心 就觉得自己不好 其实我觉得人家常常说 我们要怎么样呢 就是说你要知道说 自己有缺点的时候 人家指出你有缺点 你最好要觉得开心 因为你其实还有进步的空间 因为在我常跟我的客户都在讲说 这次世界上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缺点 要么已经疯了 要么你大概 看的世界真的是很窄小 你才会觉得自己完美无瑕 你看任何学习任何个东西的人 他学的越多 他一定知道他知道的越少 这是一定的一个定理 然后呢 我觉得我们先讨论一下 那个自尊心低落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做三步骤的事情 第一个要认识自己 第二个要接受自己 第三个要对自己诚实 然后呢 很多人他们觉得说 诶我 我跟你讲 很多人都觉得说我没有办法 因为呢 每个人都告诉我他们想改变 那我会告诉他们说 诶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一个改变 可是呢 他们都会说 老师那好 那如果我改变了 我会失去自己的本心 我不知道 有没有遇过这种心 我想说 那你为什么 那你刚刚花30分钟 在跟我讨论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你一定觉得你这个情况 比如说有些人 他谈恋爱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你们有没有人是这样 有些人谈恋爱之前 就觉得哇 我一定要接受一个男生 或者接受一个怎么样 我要接受一段感情 他怎么样 我都会很开心的 结果一在一起之后呢 开始得寸进尺 就说我觉得他太胖 我觉得他太笨 我觉得他他太怎么样 太没品位 那开始就一直想改的对方 那在这段时间呢 如果对方只要一拒绝 他就会很受伤 他会觉得我是为他好 就像一开始我们讲 我们想改变别人 但是其实真正要做是 他要改变自己 但我在跟他说 你就是一个得寸进尺的人的时候 他说我没有 他就没有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觉得这东西很难 嘴巴讲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用一个 很好的一个 我们讲一个 Johari window 就是Johari窗啊 这个大家Google都会有这个东西 他把人分成四个象限 哪四个呢 一个是我知道 别人也知道那个象限 我知道我自己 譬如我知道我自己很猴急 别人也知道我很猴急 好那有一个呢 就是我知道 但别人不知道那个象限 我知道譬如我知道 我心很软 但别人可能不见得知道 我心很软 或者是我不知道 但别人知道的 就是说我可能 我可能个性比较过于乐观好了 你知道吗 就别人觉得 我是一个过度乐观 但我觉得我还好 我还蛮理性的 然后就是有这个一个象限 另外一个就是 我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 就是我可能 还有可以开发的地方 或者是也许 这个双盲 大家都不知道的部分 可能是更好 也可能是更坏 但是你去把这个四个象限 你把自己摸清楚 这个有个重点 你要多跟人家聊聊天 我觉得要多交朋友 那别人会跟你讲一些重点 那有些非常刺耳 我不是说别人讲的一定对 但是你一定要参考一下 像我很多我自己个人的缺点 别人在讲的时候 因为我们自尊心都会有个问题 我觉得很少人从小到大 就是充满自尊心 充满被爱的 觉得自己好棒的长大 我们一定都是 你只要讲到一个缺点 我就要很努力的去改变它 因为才能证明我是一个好孩子 我才是一个上进的人 所以当人家跟我讲一个缺点 我有个事要跟你说的时候 我觉得像我自己 我耳根都会开始发红 你说我觉得很羞愧 不是我就觉得一种压力 就直接上来了 那这就是一个defense 所以别人在跟你讲说 我觉得你怎么样的时候 我都会想我没有 他误会了他怎么样 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改变的 你必须想一想 我之前有讲过 你必须想这个人 为什么要说这个话 对他有什么帮助 对我有什么帮助 其实更重要是 对我有什么帮助 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像周哈里窗 这个东西呢 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使用的 就是你一定要 透过别人中肯的意见 就发现自己 有没有什么缺点 或可以再做得更好的地方 那因为现代人有时候 真的是很玻璃心 就是当你很玻璃心的时候 你去跟别人请教问题 别人也不敢讲嘛 他干嘛要冒着我们两个关系 被损害的危险 来跟你讲这些逆而中言 好那我们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 来做主动的请义 当然是很好 但老师刚才讲说 很多人就是下不了决心去改变 自己也知道自己好像有一些 懒散啊拖延啊 或有时候就是没有很具体的行动 老师看过这么多的案例 人到底在什么时候 才真的会彻底的想要做很大的改变 我觉得最大的危机的时候 那个就是你会想改变了 可能你快死了 或者是你家人发生什么事情了 或者是你知道你可能快要失去工作了 而且这些部分的改变 都是 那个是你真的要接受这个问题 而不是逃避 因为很多人还在逃避 这种改变其实很难 我必须说真的很难 那在我看到的 你看自己可能看到那个全部都红字 有没有 就是健康检查全部都红字 他就天哪 我不能再吃这样子 我不要再喝酒了 大概啦 大概率啊 我觉得能维持一个月 已经不错了 之后孩子会回来 他就如果终须要死 那我还是死得痛快点 真的就有这样子的状态 可是呢 什么情况下 我觉得爱 爱永远是最好的魔法 譬如说 妈妈知道孩子可能对什么东西过敏 他身体会怎么样 我跟你讲 你家里不会看到有那个东西了 就是我真的好爱这个人 我就会改变很多事情 那包括自己 因为可能小孩他也 他说妈妈你都吃巧克力 但是小孩可能不能吃巧克力 那妈妈也会不吃巧克力 他就会控制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事情呢 就是 我觉得 我先跟大家讲 真正改变自己很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你必须 要有一个很好的逻辑 就是说 我为了 就想说 这个能够帮助我什么 而且呢 你必须 讲的不是说 受苦 你在改变自己的时候 很多人想 譬如我之前有段时间 在断糖水的时候 碳水 我就觉得 天哪 为什么 现在很想吃蛋糕啊 什么什么的 但是呢 我就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 让我跟美食 就是放弃美食 放弃愉快的感觉 放弃所有的大脑 想要享受的喜悦 这种东西就很快就结束了 就是你很快就会放弃了 比较有效的方法 我跟各位讲 比较有效的方法 你必须觉得你是在进化 改变的原因是要进化 像我就是为了进化我自己的大脑 进化我自己的身体能量 我要进化我自己 我要让我自己可能更专注 这种部分 而不是说一直想着我失去的东西 所以当然人就是要 面临最大的绝望 譬如说像死亡 失业啊 失恋啊 这个关卡才会有一种 痛彻决心 就想要来做改变 我讲真的 失恋有效的也很难讲 因为人真的是个性很难改 譬如他说 我一定改一定改 过几天又开始了 人有时候就是要面临一个 最绝望的时候 不管是死亡这样的关头 才会有一种痛下决心要改变 但是这个动机还是要找到方法 他才能够一以贯之的 做出很大的翻转 否则他可能就拖延 那遗憾的就是碰到死亡的时候 往往你的改变已经来不及了 或者是对于这一世 已经没有意义了 然后等到下一世 再去做很大的改变 其实又情何以堪 所以最好的就像优老师说 我们必须能够在爱中 觉得自己怀抱希望 来改变自己 好那一旦我们有了这样的决心 有了这样的念头之后 该怎么做 才会得到真正的改变呢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各位第一件事情 你要马上看到有改变 最简单 马上看到有改变 就是改变你的环境 就是先去整理家里 整理你的住的地方 因为当你看到 我原本很乱的一个书架 他开始整齐了 你会相信你的生命有改变 你就开始会感觉到有种力量 那有些人我建议运动 当你看到你慢慢的 比较瘦一点了 或者看起来比较 皮肤比较好一点 比较有光彩一点的时候 你只要看到那个改变 你就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 我最重要都是开始 而且改变 你要改变自己 请从小的东西改变 有人说 我想要让我自己更成功更优秀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 我想让我英文更好 先从每天念十个单字开始 而且要有那种文本的 比如说你写那个笔记本 你就看十个单字在那 就看到 因为你人的大脑是很笨的 他就是需要一些东西去证明 我在改变 而且我看到那个改变 我才能感受到我那个改变 我才能相信那个改变 那我的生命才会改变 从外在你看得到的 一定要外在 感受得到的 就可以看到那个 循序渐进的结果 老师接触这么多人 有看到一个人彻头彻尾 改变或改变很大的例子吗 有有其实真的有 但那真的很难 那那个人是已经 大概人生已经走到一个绝境了 他的问题就是 他非常爱说谎 非常爱说谎 然后呢 他就是会把所有东西 都在找理由 那有一次我又跟他讲说 我可以告诉你 你自己也很清楚 我只是跟你说 你再这样下去呢 你有一天 你自己都会放弃你自己 因为你都受不了 你自己的理由了 其实你不是不知道 那他就跟我说 那又老师 我该怎么办 我先跟各位讲 这个是比较极端的 因为他那问题很大 他欠债非常多 他得罪非常多人 我说你必须自律 而且什么叫自律 就杀死昨天 这种比较 我们讲 就是怒弱的自己 我必须说 就是他的逃避 就是他的怒弱 我说你要杀死 那个昨天怒弱的自己 你才能重生 你要每一天 都在想你要重生 每一天 然后他一开始觉得 他办不到 我说很简单 你平常喝酒 你现在开始 你一个晚上喝一罐的威士忌 他就真的酒喝了非常多 我说你现在就喝半罐开始 然后你就拍照 你就拍照记录 我只有喝半罐 你不用骗我 你也不要骗任何人 你就记录 你喝不到半罐 你喝了四分之三罐 反正你就记录下来 一点一点的 他就开始一点点 他说我真的有进步了 我说那太好了 那就是你没有放弃你自己 你还对你自己很爱 你的神还愿意帮助你 就这样的东西 其实这样我们弄了也两年 两年 他才真的脱胎换骨 没有那么容易 他的那么强大的决心 是来自哪里呢 其实是他母亲去世 他母亲就真的 他母亲就说 我原本想给你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他之前就把他妈妈的一些财产 都堵掉了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想要改变 有时候是至亲的死亡 也会给自己带来一次的契机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人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所以其实从人性的本质看起来 他的确有几分道理 是啊 我讲的这个是真的 因为你要想有些恶习 是因为你会判断 即使你在这个恶习之下 你依然可以偷得到一点点的快乐 堕落其实也是快乐的 只是吃后清醒会痛苦 譬如怎么样 譬如说你知道现在要减肥了 我觉得就这样要减肥了 但好想吃那个蛋糕 那我就吃了 我没有守住 我吃了 吃了之后一开始好happy 对不对 然后呢 突然清醒起来 哇天啊好痛苦 我怎么又放弃我自己了 怎么样会处理这个事情呢 我就再去吃别的东西 反正我都已经 已经破戒了嘛 我又再吃 你又再沉溺那个痛苦当中 沉溺在那种麻木当中 就像喝酒一样 我喝醉了 我不应该喝酒了 我喝了好醉好熏哦 然后醒来说 天啊我怎么又喝醉又坏事了 怎么办 再喝酒 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讲的负面的死循环 你会发现因为要逃避那个痛苦 你会一直沉醉在麻痹之中 然后就越来越堕落 越来越堕落 它的毛病就在这里 因为对于你要改变自己 第一个要求就是 你起码要清醒 至少要停止那个循环继续嘛 很多人为什么他的感情分分合合 纠缠不休 就是我不要再跟这个渣男或渣女在一起了 然后等下打电话来 我许应该给他个机会 没有你没有给他机会 你只想给自己一个快乐欢乐而已 OK 然后就会说 我怎么把自己这么亲见我自己 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好难过 可是对方在打电话来 或者你会自己在打电话过去 你昨天对我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情或什么 那对方可能就安抚你两句 然后又继续这样下去 其实你都知道那都不是真心的 但是清醒太痛苦 所以他们就一直麻痹 所以就是一直纠缠在这种状态 是 所以我们真的好 就是要去找到改变自己的成功的关键 对 那会是什么 我觉得啦 其实基本上就是 你要有一个 就是在矽谷有一句讲法 就是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或者fake it till you become it 就是说 你可能先假装你已经成为那个成功的人 直到你做到 直到你成为 就是比如说我 我建议大家就说 当你减肥瘦也不要到处跟别人讲 或者你要 你要跟人家分手 我要跟这个人分手 不要到处跟别人讲 我要换工作 不要到处跟别人讲 因为你会得到很多负面的东西 你要说 哎呀你怎么可能分得了手 你怎么可能减得了肥 你怎么可能找到新的工作 你都几岁了 为什么之类的 你不要听这个东西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假装 你内心要去想 哦 假使我是 我不知道 蔡逸里 我身材这么好 我这么自律 我先假装我是那样子 你看看他说他吃的东西 你看看 其实像YouTube 很多漂亮的那种model 吃了他运动 你就假装你是他 你去过这样的生活 你就会慢慢慢慢 你的思维会改变 因为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心理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但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会影响我们的心理 当你看到你 你每天吃的东西 当然不要往那个 我一开始说过 不要往那个负面的方向想的时候 你的大脑就开始会感觉到那个转变 是 其实这也是最近脑科学的很多个研究 给大家带来的忠告 就是你可以训练你的大脑 我不久前在我直播的免费的线上课程 也做了这个主题 就假装久了就变成真的 就那一集后来在网路上 点误率非常的高 也让大家透过这样的观念 就训练你的大脑 也许你的大脑会帮助你 做出真正的改变 达到你要的目的 好非常谢谢 佑老师来教我们 怎么来面对自己不够好的地方 而真正有决心来改变自己 谢谢你 谢谢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再见 拜拜